大家再慢慢習慣 就是說這個V2B這個環境 所以開發人員切進來之後 反正就是模組 不外乎就是這個插入程序 優標記得放這邊才能插入程序 名稱的話就打上乘7 其實如果你做好一個 下面這個是複製來改 但如果你要重新插入一個清除的程序 再慢慢打乘6也可以 反正就是他只是輔助你 幫你把那個基本架構做出來而已 接下來如果說我今天還需要什麼 剛剛這邊執行完之後 輸出合格不合格自動OK 清楚也OK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不知道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是兩重邏輯 那一重邏輯指的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ELS的話 那就是一重 所以如果你這邊把它改一重邏輯的話 輸出只會顯示合格 那不合格不會輸出 這個叫一重邏輯 所以邏輯裡面不管是一重 你只處理你要的 處的部分 Force不管 兩重邏輯就是多一個 我還要繼續處理什麼 如果不合格 我要繼續輸出 那多重的話指的就是說 我不是只有兩個合格不合格 我還要A B C D的話 OK 所以特別注意要怎麼演變 1 2 3 不是3 多重邏輯的話 就是如果你的判斷不只兩個結果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下來 Ctrl 先按住 拖拉 或者Ctrl C Ctrl V也一樣 這邊改成成績 加兩個字多重 因為這個Sub的名稱 千萬記得 不能一模一樣 因為之前好的同學 好像有一樣的 那你將來在執行就會出錯 他會 不能有重複的 在這邊 多打兩個字叫多重 OK 多重 名稱記得 你不能說隨便加個空白鍵也不行 逗點那些都不行 最多只有底線 底線是OK的 除底線之外 其他都不行 要不然你就不要加 叫乘機多重 的一個Sub 應該沒問題 那只是說現在輸出還是合格不合格 我要怎麼樣把它改成怎麼 改成A B C D 像這邊這樣子 關鍵就來了 其實 非常簡單 1 請你做A的部分 就是 把 大於等於60變成大於等於80 那輸出的話一定是A OK 所以A 那剩下的不合格就是D 所以你現在如果這樣 這樣輸出的話 我先清掉 應該A跟D會出來 不對 A D 就是B C D 都變成D了 B C 那怎麼辦呢 所以關鍵來了 多重的話請記得 1 請你把這兩行 複製一下 C 2的話請你把這邊 Enter 一行 然後把它倒車到前面去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70 這邊改成B 但是 有個地方要加 不能夠 有 一樣的一幅 因為如果你執行的話 他會搞不清楚 怎麼這邊到底你怎麼兩個 就有點像多頭馬車一樣 列車只會有一個火車頭 怎麼辦呢 第二節 再加一個Ls 就可以 E L SE 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就其實就加這個Ls 所以在後面的這個 就叫做Lsif Lsif 然後加在下面一個邏輯 這樣叫Lsif就OK了 這樣應該很好記吧 所以你會發現 它跟上面 基本上架構一樣 差別只有差別這一個 Lsif就OK了 不過你現在輸出的話呢 它應該會有什麼A跟B就出來了 C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對在Lsif 所以 有點if就像那個 以前寫那個論說文那個首先 那第二個就其次 再其 還是再其次 其次 其次 剩下的 那Ls就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狀況 會是 就是除此之外 剩下來的會想不到 什麼解決辦法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是在Ctrl C 再怎麼樣 Enter一下 把它Bag到前面去 貼上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這邊改成60 這邊改成C OK 結果就完成了 好 所以特別注意哦 其實我們 這個比較重要 應該就是規則 你規則把它記下來 如果你現在記不起來沒關係 雲端上都有那個 範本嘛 反正以後如果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把那個範本拿來 改一下也OK啦 反正你 就是用各種方法 把它記起來就對了 反正這沒有什麼好 什麼太多 我就覺得沒什麼 就是你 把它 記熟啦 然後用出來就OK了 那也不用死背啦 反正這東西 用熟了你就大概就很習慣了 但你就怕你不用 因為像語言也是一樣 你常常講就 滾刮爛的時候 但你一段時間沒講 你就很快就忘東忘西了 不過還好你用過 你就 再把以前記憶喚醒 又OK了 不過前提就是還是要把一些東西記下來 像我是放雲端 你們也可以自己放一個自己的雲端 或者放在你熟悉 你也可以用筆記本也OK啦 每個人習慣都不一樣 我現在基本上很少用筆記本 甚至我連筆 我的時候都沒有帶 我身邊很少有帶筆的 不行 因為習慣都把它記在雲端上面 那好處就是說 反正我 只要連上網路都可以抓 任何裝置 只要都可以印我Google帳號 我都可以抓到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可能在電腦前做好 然後出去的話 手機打開 也可以隨時看到我之前做的東西 那所以這邊的話 完成之後 應該可以了解吧 規則其實不難記 這個東西複製加一個L 這個就是把上面這個再複製貼 然後80A 70B 60C剩下來的 那這個跟前面這個做法 你會發現其實也蠻雷同的 只是說在eSale裡面 你如果要做這個東西 有點你本來要寫這麼多行 寫這麼多行 可是在eSale的那個公式裡面 它只提供給你一行 你要在一行裡面 全部把它寫完 但VBA不用 VBA你慢慢寫 反正你可以寫 你愛慢慢寫 而且相對的我覺得 這樣子相對起來應該比較不容易寫錯 可以慢慢寫 而且可以寫非常複雜的東西 但這個東西你就一行 你要寫很複雜的東西 就非常容易做錯 而且錯哪裡你也很難找到問題 所以我們把它執行來看一下 這邊清除一下 讓它執行 OK 這邊就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把它改成方選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這邊 假設我今天 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平均成績 然後它給我合格不合格 成績函數跟 成績多重函數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可以想想看 前面有做過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用類似的 方法想出來 而且你也可以做出 結果出來 表示你應該 不要有跟著上進度 就以後 很多東西其實就是大概雷同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相似的 你就盡量 舉一反三 試一下 就是再把剛剛的成績 改成成績多重 那關鍵的地方就是 底下就是加ELSIF 剩下就ELSIF 那這個是多重的 邏輯判斷的架構 那以後呢 只要是多重邏輯判斷 你都可以用 一樣的方法去做 就是多重 很多種可能性 你就把多種可能性都列出來 除此之外就是ELS 那坊間的書籍 他也有教另外一個敘述 叫SELECT CASE 也是做多重邏輯判斷的 不過呢 我建議你乾脆把它忘記了 為什麼 因為做出來結果一模一樣 那一模一樣 你幹嘛要學兩個 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你SELECT CASE沒有必要 其實可以站著把它忘記沒關係 那你想說奇怪了 幹嘛要兩個東西 你一樣的結果 為什麼他提供給你兩種方法 我很好奇 對我剛開始覺得納悶為什麼 然後我看官方說法 就是SELECT CASE 效率比較好 效率那好多少呢 我也試了一下 發現一般的資料大概會快一點 快大概萬分之一秒吧 萬分之一秒是什麼概念 就是沒差 對 所以呢 幹嘛學兩種 這是我得到的結論 當然你如果仿葉書籍裡面 你會看到 他會跟你講說 多重邏輯敘述 請你用SELECT CASE 效率比較好 不過你也許 僅供參考就好了 因為你學了之後 最後還是 應該還是用不到 那你幹嘛學 所以很多程式裡面的東西 我建議啦 如果 他暫時用不到 或者幾乎用到的機率是零的話 那你就暫時先不要學 對 學了你就是障礙了 OK 所以程式不是在於你學多啦 我是覺得 在於說你將來能不能真的用不上 不然的話 真的 學了很多 你腦袋也裝不下 說真的 而且真的很容易疲勞 學程式是最容易疲勞的 不然學完之後 整個腦袋就已經開始 恍惚了 因為已經被那個程式 邏輯給炸嘎 所以 盡量 我建議啦 就是 能暫時先不知道沒有關係 你先暫時 除非說你已經 學到已經 到了某一個階段了 想要多 多再學一點東西 那無所謂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那個多重的部分